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无锡的话 我想一定是甜 我觉得最能代表无锡的词是安逸 无锡是一个低调的理工男 一公九建桥多水多 用一个词来形容无锡就是mailing 无锡是一个非常city的城市 这里有很多好吃的特产 也有很多好玩美丽的公园和酒区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无锡人 我切身感受到了这些年 无锡在于交通方面的一个变化 曾经我们到无锡的市中心 需要公交车要坐一个多小时 那么现在通过快速化快速路的改造 那我们自己开车的话就只要十几分钟就能到市中心了 无锡这些年来的地铁线路越渐越多 然后交通也更加的便利了 同时也有很多的绿化良好的公路和高架 我觉得无锡的这几年那个城市建设是飞快的 包括我们的农村人具环境提升也是非常快步的 作为一个新无锡人 我觉得无锡对我来说吸引力最大的就是它的人才政策 我希望无锡能够在文化传承 以及无锡本土的文化保护上 能够再发挥更大的作用 希望无锡有更多的新兴产业进来 包括我们的科技文创等等都有所提升 我希望无锡未来可以有更多的自动化 让物联网遍布无锡的各个角落 我希望无锡在今后的农业发展方面 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乡村能够拥有更好的村荣村茂 和更强的农业生产力 无锡的旅游跟文化还有发展的空间 我希望无锡接下来可以多建一些美术馆 或者是博物馆之类的 我期待无锡能尽快建成奥体中心 然后能够引进更多的演出 或者是体育赛事 我希望无锡大剧院 可以引进更多有意思的热门的舞剧 比如说《红楼梦》或者说音乐剧 因为这不仅可以激发 我们这个无锡的城市的青春热情 还可以给外来的游客 一个展现无锡独特魅力的窗口 是宽兰团